男人是不能以外表论英雄的 真正的男人是有内涵的 是在内心有棱角的 懂得承担 懂得去负责任 并且懂得去扛起责任的这样子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男人 其实我觉得男人是有自己硬朗的一面 也会有自己柔情的一面 男人是需要自信的 在外在的时候男人是需要很多的挑战 是要拥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些挑战 要在内在上去关怀 关心别人 一个真正的好男人 是需要懂得关怀和温柔的 就像我们这上面写的 这个都市风尚 我觉得真正的男人 就是应该是做一个风尚的男人 他有锋利的棱角 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真正的男人 不只是一个健硕的身材 他的内心够男人 才是真正的男人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次解放吧 因为平常也很难会有这种机会 那自己平常也会偶尔注意健身 很可惜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就很难能够有完整的时间 一个人可以坦然地面对镜头 可以解放自己的一瞬间 我觉得才是真实的自己 而且这也算是一种勇气和挑战吧 那我觉得 如果给我时间的话 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应该可以更丰盛 其实今天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虽然很冷 但是我想想当初 我拍戏的时候会更冷 没有冬天和夏天之分的 我在拍《神标侠侣》 《鹿岭记》的时候 都是在零下的时候 我们跳到很冷的水里边 而且一待就待很久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做演员来说 其实大家看不到幕后的辛苦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付出能有收获 那就是值得的 有坚实的内在 男人才够满 我是一个风尚的男人 我相信你也会成为 一个风尚的男人